我们正在看见神 在人走到尽头的时候 神一定会开路的 他是为创始神尊的主 他也是在他没有完成的事 今天跟各位看以赛亚书43章19到20节 以赛亚书43章19到20节 他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 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 因我使旷野有水 使沙漠有河 好赐给我的百姓 我的选民喝 是因为看见神的恩典 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 这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说 我要做一件新事 新的 从来没见过 不平凡的事情 但是其实恩典 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 使旷野有水 使沙漠有河 在为恩待神的百姓 神的选民 那这句话 其实是对当时的选民 很大的鼓励鼓舞 对我们今天有树林的意义 但其实 对犹太人来说 真正是如此 他们被称为独立国家的时候 他们领会的地 是个荒谬之地 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 但是神奇妙 当他们回到回国建立的时候 他们 神给他们有一种非常大的智慧 真的能够在以色列 能够在旷野有水 在沙漠有河 当然今天我们不详细讲的事情 但是回国的时候 这个独立这个国家 真的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是神造到他的应许 来成就给他的选民 那旷野之所以成为旷野 因为是没有路 他容易迷失 没有路 没有清楚的路 你CPS进去的没什么用 沙漠 之所以叫做沙漠 因为没有水 干渴 男人神要为他们做一件新事 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神真的照着他的应许 他的话 来实现 他有特破环境的限制 超越是人 以为的能力 做不到的事情 人认为不可能的是 神来做 根本这就是一个神迹 所以人做不到 神做 这是神迹 人做得到 神不做了 这是人迹 这是神要做一些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神以这件新事 来告诉他的子民 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在任何困难绝路里 神都有他的方法 并且不只能蒙福 连野地的早兽 野狗 鸵鸟 都蒙福 甚至还懂得尊重神的奇妙 动物都懂得领受神恩典之后 他们还懂得尊重神 今天很多人领受神的恩典 你不懂得尊重神 不懂得敬畏神 为什么呢 因为野狗 鸵鸟 这些早兽 他们都知道神的存在 敬畏神 神供应他们 其实神这座先知 依赛亚告诉他的子民 神要做的那件新事 不单要在环境上面 他更可以这座困难的环境 让他们这些选民 能够经历熟灵的恩典跟祝福 这座有行的 眼前的 切身关系的困境 可以经历到 属灵的恩惠 这个才是神最大的目的 故此神要做的新事 不止在旷野开 道路 在沙漠开 江河 来自几座 七百多年后 神的 差遣 他的独生子 来到世界 为人类 全人类 做一件新事 在环境 背离的生命当中 要改变 在找头无路的人生当中 神为了 要新 要活的路 这就是生命的改变 生命的绝境里面 看见 神的开路 所以主耶稣不但被定生 许之家 他从事里复活 所以他为我们 开了一条 要新 要活的路 这是开路 生命的开路 能够直通到神的面前 他也说 信他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的 从他福中 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今天我们 信靠神的人 也可以经历 这个新事 因着耶稣基督 他起道路 也是赐活水的主 所以让我们 能够体验出 这个神迹 不单旧约 神应许 他的子民如此 今天我们 属他的子民 也一样的经历 一样的经历 不单单是 环境上 更重要是 生命上 所以让人们 每一个都可以 经历这件新事 使绝望的人生 有道路 使枯干的人生 有江河 这是神的新事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 姐妹 我们的生命 岂不是常常经历 走到如同旷野 和沙漠的 的警戒吗 但我们绝对 不能对神 吸取信心 也相信 神没有难成的事 并且深信 他今日仍然 能够在我们 生命当中 做新事 在教会当中 做新事 他会带领我们 在旷野 看见道路 在沙漠 能够经历江河 可以的 亲爱的弟兄 姐妹 眼睛不要 只看着沙漠 跟困境 跟旷野 一样的困境当中 只看着神在掌权 他可以为你 为我 做一件新事 经历过 这些新事之后 让我们更懂得 尊重神 敬畏神 荣耀神 这是神的 最重要的目的 让我们 不单 透过他的话语 能够经历 人生的困境 更重要 灵命的困境 也需要被冲破 相信神 一定会的 他让我们 在困难当中 如同旷野 能够看见道路 在沙漠 能够经历江河 谢谢恩主 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